我們跟大家講 今天來兩位詩人 那我們等一下就先請廖 他是廖玉鎮 目前在中文大學的文學研究所 清大文學研究所 中文所 因為他上面寫的有好多格 清大中文所博士班的學生 他畢業了 有沒有打算要畢業 會啦 那當然就是在前第一個小時以內 控制在一個小時內 讓他們跟我們講一下他這個創作的過程 以及他怎麼談詩 那接下來就是他的好朋友 詩人一樣是莫文狂 他叫莫文狂 但是他的本名 本名叫聶豪 大家可以請他來做一些評論 然後他也寫 也把一些文章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會花很多時間 在那邊低頭在那邊念詩 他應該有一個 一個蠻奇特的經驗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 廖人或郁正 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大家好我是廖人 看到大家來參加我非常的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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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時宣傳社也希望給我一個新書發表 那我就是跟他們溝通說不要 一場都不要 我並不想要用一個 我並不想要用一個私人的身份 在面對這個社會 那我對外就是說我是廖宇正 我是秦大中文所的學生 我是中研院的助理 我是什麼什麼 我是沈青凱老師的朋友 我是什麼什麼 我不願意以一個私人的身份出現 我從來不做任何公開活動 那當然最近 我必須 當然楊木獎今年 不小心辦給我 所以我必須去東華做一些活動 所以我還是要有一個公開的一個說明 那今天也是 陳老師請我來 我非常喜歡職業星期五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哲學的人 所以就覺得應該是很好的場子 我不想 也許是大家是比較 比較接近的人 那我就願意和大家溝通 如果是 對 如果是比較 吵雜 或是什麼的環境 我就覺得好像並不需要 那 好 那我想我們就言歸正傳 我就開始 我想我站著好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投影片 那我首先就是要求大家 請大家先可以輕鬆在台前坐著 請大家先坐著 請大家先坐著 請你先坐著舒服一點 然後你可以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呼吸 就是你可以關在一下你的呼吸 你可以感覺一下你的身體 你回到你一個比較誠實的 對 你的自我的狀態 對 你的身體感 你的自我的狀態 你感覺到你現在這個人 就是我希望大家先輕鬆一點 這是一個輕鬆的場合 那如果你需要玩手機啊 你的電腦 你要吃東西 沒有任何的限制 就是我想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如果你有什麼事情 你也可以遺棄 那 所以我現在可以開始 進行任何的一個說明 想先問大家說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吃這個東西 我為什麼剛開始就說 不太想要用一個詩人身分的出現 因為我覺得詩人已經等同於笑話了 對不對 詩這個東西已經等同於笑話了 那這就是我很誠實的 很深的一個感覺 那現在我們說 詩好像就很好笑 對不對 當眾念出一些 當眾念出一些什麼東西 希望大家明星自問 你不覺得這樣很可笑嗎 你現在 去 跟大家什麼什麼 吻達達的馬皮啊 鄧愁語的詩嗎 你現在去隨便念一個詩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我們需要的是 是不是是什麼 是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的跨年演唱會 就是說其實真的撼動人心的東西 是音樂 像剛剛有一個音樂 塔塔 是做音樂的 音樂捕獲人心 對不對 對 捕獲人心 電動捕獲人心 寶可夢捕獲人心 但不是詩捕獲人心 年輕自問詩度沒有捕獲人心 詩已經 在這時代已經淪為一個笑話 然後詩人在這時代也是個笑話 所以我就是有感於詩 所以 這當然是一開始的一種感覺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可以很年輕自問 但我這樣的說法可能會引起一線的不快 尤其是文學圈裡面的人 可能會對我這樣的說法很不為人 那這也印證了我的一個朋友跟我說 我這本書丟出來應該是非文學圈的人會比較喜歡 那看看今天在場的我覺得好像也沒有錯 就是比較是非文學圈的人 那文學圈的人好像並不會太有我這種感受 所以 所以這也許是我的一種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是文學圈的人嗎 我當然我一度念文學 所以我可能是文學圈 但是我一提出說我的成長背景當然是文學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覺得破破破 我從一開始念文學圈 就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更難念這個 我們這個社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歷史這樣子 我們的政治這樣子 大家不覺得很動亂嗎 很苦很消息 這個實在是很彭博的 有很多問題 我們還在課堂裡面講生育學 講文字學 講立白講蘇東坡 這到底在幹嘛 所以 那這是我一個想法 那我這樣講並不公平 我只是把我很誠實的感受表達分享給你 那所以我一開始就先問這是什麼時代 你們去想 你去想這什麼時代 這是一個你寫一首很棒的詩 就會墮揚之貴的時代 以前也許你擺蘇東坡誰 寫了一首詩 哇 若揚之貴 就是風靡 風靡全終點對不對 這是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可能很多人還不是字 那你寫了一首詩 哇 風靡全終點 或是你是屈原 寫一首詩傳送你 以前國人是這樣嗎 是這個時代嗎 我覺得不是耶 現在這個時代 你拿出你的手機 就可以隨便一直寫點書 可以寫很多文字 每個人都試字 然後每個人的文字能力都很高 有學科學的朋友 有學心理的 有學音樂也學哲學 大家都會寫字啊 那這個時代是這樣子 那詩他會是什麼 或是我們還需要詩嗎 我並不是一個很信奉詩這個東西的人 我並不信仰他 我非常懷疑他 也就是說我懷疑我在做的事情有什麼 那詩是笑話嗎 你不覺得是很好笑嗎 我覺得很好笑 你要不要當場去念一個 成名的詩人的詩 去念一個余光中的白玉苦瓜 你等被笑死了 就是我的想法 你要不要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聊一下余光中的白玉苦瓜 有感動的 會覺得很好笑嗎 那 所以我拒絕詩的朗誦 詩的朗誦是我一開始就拒絕 我覺得朗誦的事情是 他就是笑話 所以我 但是我在介紹我的作品 我不可免的必須念幾句 所以請大家知道說 我是在念幾句 我不是在朗誦他 所以請不要嘲笑我 我只是把他自己字念出來而已 那 那從這個詩到底可不可笑 是先開始 我就去 剛剛給大家帶出一個線索 就是說我在中演院工作 我的老闆曾經在上次我們的 就是我介紹我的詩的時候 我的老闆 我把他比篇先 他就說 他就提到了海德格跟阿多諾 跟詩的關係 那 那這兩位大家應該不默信 海德格是二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 那阿多諾當然是那個時代反對 反對者之一 那他代表他們兩人的哲學立場非常不一樣 海德格他非常的喜歡詩 他把詩這東西當作 很有的真理的無必的 無必的 就是解除遮蔽的那種 反正海德格把詩放到很純有的 核心的意義的地位 海德格很喜歡詩 但是阿多諾完全相反 不是說他不一樣 而是說他很討厭海德格 所以阿多諾怎麼討厭海德格呢 根據我的老闆說 阿多諾就是因為阿多諾也是一個大學教授 他就上課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在嘲諷海德格 他怎麼嘲諷海德格 他就把海德格自己寫的詩拿來唸 拿來唸給他的學生聽 然後跟大家說真是夠爛 真是可笑真是夠爛透了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故事很有趣 就是說 當阿多諾要去反對海德格的時候 他是把海德格寫的詩拿來嘲笑以反 我覺得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我們把詩拿來當成笑話 當然有人覺得詩很棒 詩洗激了我的身心 帶我提升大病的高度 那些當然也都存在 可是其實我覺得梅心之論 詩有他非常可笑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一開始就一定要提這些 我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如果從海德格那邊去講 海德格他的思想是認為說 你必須先知道自己的死亡 就是說我們要去知道一個存有的真理 我們要去知道事情的 這個世界的真理 你必須 你不能用科學的方式 現場一些科學家 我想就是海德格是反對的 他認為說你不能用科學的方式去測量 或是去定奪這個世界 你那樣子所得到的意義 並不是真正的存有的真理 你必須先知道你自己會死 你是一個觀察他的人 也就是說你不可能客觀的去觀察那個世界 而是你必須是一個 你即將會死的一個存有者 你才能夠對這個世界進行觀察 你才能夠得到一個比較真實的真理 那從這邊來看我好像有點 我是把它有點類似 就是我必須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先知道它是很可笑的 你才能夠去面對 死這個東西 有沒有一個東西叫做死呢 有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如果 不管有沒有 你一定要先承認它很可笑吧 它是很丟臉的吧 它是很讓人覺得 會那個起雞皮疙瘩的東西吧 你應該要先有這樣的誠實的自我認識 你才能夠去想 其實到底還有沒有那個詩存在的必要 可能有 我沒有想要定論 這是我的一個拍場 那我是誰呢 我是 這是我的一個簡歷 我的本名 我以前的工作 很明顯我是一個文人 我就是一個文人 我一直在文學哲學的領域 工作唸書等等等等 我就是一個文人 換句話說我不是一個科學人 我不是一個音樂人 我不是一個商人 我就是文人 而且我是存種的文人 大家一看也知道 我是存種文人 彭種文人怎麼樣去回應 現在這個很動盪不安的社會 因為為什麼要 這是我兩本作品 好像不是重點 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是我的書的封面 就是說我自己在念文學 我感到非常深的無力感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 給這社會帶來一些貢獻 我能夠給大家什麼呢 我不會幫別人看病 我不會幫別人算命 我不會科學 那可是如果我是一個文人 我到底要怎樣去面對這個社會 這就是這樣的一本書的一個 一開始的關懷 那這是封面跟封底 他的美術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最近很有名的小子 設計師小子所設計的 那這本書的裡面是沙子 大家可以把外面那張紙翻開沒關係 它裡面的封面跟封底是沙子 那那個是我的要求 我的一個想法 我希望是一個沙子的封面和封底 這樣子放在書架 就可以把左右兩本書模破 當然是希望把別人的書模破嘛 那結果出版社就跟我說這樣不行 你進書店通路 書店會退你書 書店根本不想進你的書啊 因為你會磨壞他們的財產嘛 所以我這個沙子點子就被那個否決嘛 但是老闆還是跟我說不錯 這點子不錯 但是用一個書衣把它包住 所以你可以還是可以放在書架 不會磨傷別人的書 然後你就把自己包住 就自己磨自己 自己磨自己這樣也不錯 那個七商拳說這個自商 就要先 商人就要先自商 所以這張是一個藝術概念 作為一個書籍設計上面 其實它也是有它的一個概念在這裡 那書封內有兩種文字 都是文言文 就是在那張土黃色的紙的背面 那是一大堆看的很奇怪的文字 那其中有一些是仁岩咒 其中有一些是何音堯 仁岩咒是最強的佛咒 何音堯是防中樹的出土的古書 那這兩種文言文都是很難讀的 因為一種是佛咒 根本看不懂 另外一種是防中樹出土的古書 那這兩種東西當然很不一樣嘛 一個是純精神的發出念力的佛咒 一個是在描述你的男歡女愛的 最形而下的文字 那我刻意把這兩種文字混搭在一起 這說明了我正在進行一個混搭的動作 那這一本書其實也就是一個 我把各式各樣的東西試圖混在一起的一個行為過程 所以他看起來跟別的時期長得不太一樣 我先說說這本書到底我在幹嘛 我全部都用我的名字把它放進去當成組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當我們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說我要推翻政府 或是我要救這個人 我要幹嘛 你在幹嘛 他在幹嘛 就是我們其實是有那個代名詞的 那這裡面是有價值判斷的 比如說我要推翻政府 言下之意好像這個政府很不正義 是這樣嗎 是嗎 搞不好你自己才不正義對不對 價值判斷是很複雜的嘛 那有一個價值判斷的真理嗎 還是歷史決定真理 那這些都是很值得探討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一定要把人稱都換成同樣的人稱 我就是在模糊主動者跟被動者跟不動者 還有行動者跟受害者跟旁觀者 比如說我說現在有三個日本人遇難 現在美國總統不幸被川普選上 都有可能 當我在講這些敘述詞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一個立場在裡面 不是嗎 我說有三個日本人遇難 就是我們的任何語言一定有它的立場 那我一直要提醒我的讀者去理解我們的語言 就是有立場 它不是純客觀的 換句話說 我說純客觀的觀察 或是純客觀的中立好像是不可能 好像我不確定 但是我在提醒我的讀者警覺 警覺你看到的所有的去處 我希望我的讀者警覺 因為我自己也非常警覺 所以我用這些很明確又很荒唐的語言 去擇這個社會現象 好像在抓狂 好像在起雞 那我在這樣的一個 現在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時代 2006年的一個處境之下 我想我們很難描述這是一個什麼時代 那這是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 這也是一個人類的 人類的智慧達到最高的 全所未有的時代 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科技這麼發達 那其實你很難講 是資本主義嗎 也不是啊 就是 它已經到了很後面的階段了 其實現在好像是有點像 可能比較像新自由主義或什麼的 是那樣的一個很混雜的一個狀況 是我們似乎被某些東西操縱者 但我們也無能為力的狀況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 比如說我必須要 我必須要符合這個商業規則 去Saven買東西就要付錢 對不對 我必須符合這個商業規則 大家習以為常 為什麼不是以物易物 為什麼不是交換勞力 為什麼不是拿了就走 為什麼不是自己種自己養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無形中 接受了這個 這個時代的一些原則在裡面 那所以我其實一直在提醒我讀者 請保持警覺 請不要以為去Saven買東西付錢 是理所當然的 是天經地義的 或是說請不要以為 詩就是分唐一行一行寫 是天經地義的 請不要認為很多的事情都是天經地義的 我再提醒我讀者要警覺 所以我用這樣的做法 那也許有人會問說 你這樣子好像在亂寫的樣子 那你這個三流無助 你這樣的一個東西有出現的必要嗎 那我可能會這樣回答 如果詩他窩在 如果詩窩在美文美詞美抒情美憂鬱 等這樣的一個安全權力 就沒有料理 如果詩繼續沒看見蘋果日報 動物屠宰 社會邊緣 日本AV 生化科技 就沒有料理 那其實我再提醒大家 如果詩人或是詩 或是各式各樣的文類 他還繼續忽略這個時代 明明就是影響力那麼大的東西 卻沒看見 卻不書寫它 那可以 那就停留在那個階段 就不需要我 或使我這本書的初心 並不需要 如果我們還需要一個美好的書寫師 那請你去讀楊木 如果你需要一個很有中國意識的 你去讀余光中 如果你需要一個戲劇師 你去讀莎士比亞 不需要我 對不對 如果還需要我 那是什麼意義上需要我 或是並不需要我也沒關係 這本書就讓它 那個永遠消失在世界上 我並不care 所以我只是提醒他說 有沒有需要我 如果有需要我是為什麼 那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這些詩還沒看到這個時代 這麼明顯的一個變動 還在那邊抒情 還在那邊什麼 那就可以不需要我 那我在說明說 我感覺到語言的反理 跟社會的反理是相互建構 語言的反理 比如說我先使用中文 我使用繁體中文 我在說閩南話 我在說英文 老闆在說德文 其實我們在用的某一種語言 就已經成是一個反理 那聽不懂這個語言的人 就被你擋在那個反理之外 你們就沒有溝通的可能 那社會反理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沒有基本的 某些某些要求 你根本不可能 你不敢走進成品書店 或是你不敢 不敢幹嘛 就是社會其實有很多反理 就跟語言有很多反理一樣 如果你沒有很高的知識 你敢和李遠哲說話嗎 就是你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任何的商業知識 你敢跟郭台銘說話嗎 就是說 其實 但是明明我們都是人 我們是平等的 為什麼我們會有語言的反理 跟社會的反理 那 尤其在現在這樣的一個 新自由主義的 一個影響之下 我覺得人都被傷害了 但是他被傷害的樣子 不是資本主義的傷害 他是資本主義傷害 或是別的牢獄之帶什麼 你還可以摸到你的傷口 中國把你的器官挖出來 你還可以摸到你的傷口 可是在這個 新自由主義時代之下 你根本摸不到你的傷口 你的 你的 人生正在 被新自由主義所 所影響 所干涉 所強暴 所什麼的 你並不知道你的傷口在哪裡 因為新自由主義太厲害了 他針對你的需求去控制你 那這是人類的智慧發展到極點的一個 時代現況 我該怎麼辦呢 或是說料人該怎麼辦呢 其實你用的語言 你用的語會 其實就說明了你的社經地位 就是社會跟經濟地位 你的教育水準 你的政治傾向 你的文化態度 不是嗎 你現在 如果你動不動就要跟我談海德格 你動不動就要跟我談 李維納斯 我就知道你是個哲學家 那你動不動就要跟我談 這個霍金 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喜歡科學的人 其實你用的語言 你用的語會 不就說明了你的地位嗎 那 那所以 我很緊確於這東西 那所以我要用一個 我要用一個践踏雅俗界限的方式 雅根俗的界限 我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很衝動的 在螢幕上面衝浪 我去裝風賣傻 我在大放厥詞 假鬼假怪 那我到底在幹嘛 那 我必須說明我還幹嘛 就如您所見 我是在用不同社群的語言 包括異國語 外來語 在地化的外來語 日本動漫語 情色語 網路語 生硬的科技語 生硬的哲學語 生硬的宗教語 翻譯語 中國白話語 中國傳統口語 還有台灣口語 還有台灣媒體語 我再把這個時代的奇怪的語言 給緩搭起來 然後去營造一種很詭異的閱讀效果 那我所書寫的背景 大概就是包括動物屠宰 動物養殖 生物基因科技 還有一些弱勢族群 當然也 我想這可以從沈欽凱老師的 最近在研究 跟肯認 承認這個主題有關 如果我們根本 不懂對方的語言 我們怎麼去肯認他 承認他 你先不要說溝通了 你講德文 我就聽不懂了 我怎麼跟你溝通 然後你 你動不動就要跟我講海德格 我聽都聽不懂 你跟我講佛羅伊德我也聽不懂 你跟我講馬克思我也聽不懂 我怎麼跟你溝通 我是一個沒讀書的人 所以你就理所當然把我排除在 你的政策之外 是不是這樣子 或是我是一個說原住民化的人 我就被這個政府排除在這個政策之外 不就是這樣嗎 彼此就是我跟他者怎麼溝通 要先有溝通才有共識 那如果你根本無法溝通就沒有共識 可是問題是現在的語言現象 它就是已經根本無法溝通了 彼此各談各的 小孩子跟我講寶可夢我就聽不懂了 我怎麼跟他溝通 那我要跟他說你不要玩寶可夢 對不對 我怎麼跟他溝通 那我只在舉例 我只在舉例說溝通之困難 在這個時代 它就表現了語言的困難 所以我這邊看到了 我說在詞語的隔閡 跟認知的隔閡中 其實你光是想要正確地去閱讀 別人所說的話 或是正確地去理解探索的話 其實就很困難了 非常困難 那所以我就是非常有感於此 我很緊決地去面對這些 並且我試著去問我們如何可以承認彼此 我們可以了解彼此 那要怎麼做 那我不懷抱那種詩 詩就是那種可以穿透不同的語種 穿透不同的文化 就是我不會期待一個印第安人 會來跟我一起欣賞李白的詩 就是當然有一些想法是這樣 就是詩是可以穿越不同的語種 不同的文化 影響了一千年前的人 那現在人也可以同樣感受那個美好的詩 詩是在歷史的洪流中永久不變的 是這樣嗎 我非常懷疑 所以我把我所自身的這種當代文化現象給扭曲 顛覆重復 我要用這種對當代文化的折射 的再折射 去重新面對我們的語言 因為當我們的語言它開始在增生 我們的語言增生的很快 各位不覺得嗎 你看蘋果日報每天都在發明新的詞彙 它每天在發明那些非常吸睛的 非常的聳動的詞彙 它發明新的文法 它一直在發明那些新的語言 這代表了我們的世界也在不斷的增生 所以會有新的語言被增生 換句話說語言的新的語言 新的詞會一直出來 比如說20年前可能沒有妙蛙花這三個字 對不對 沒有皮卡丘 可是當有新的東西出來 你的新的語言就被產生 新的語言不斷的在混種在雜交 語言在雜交代表這個世界也在雜交 我們的生物已經在雜交對不對 我們有改良的西瓜 我們有對不對 其實現在有很多生物基因科技 你可不可以用醫療的方式 把你的小孩的基因給淘汰 做出比較好的基因的下一代 就是說如果植物可以選好的基因 讓它繁殖 那人類也可以啊 那這種東西在科技上面可能尚未普及 但是那是可想的值得 我們的語言在雜交 我們的世界也在雜交 我們的人類智慧已經可以 對這個生物基因 對各種東西 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手腳 讓它變得很不一樣 那這符合我們的倫理要求嗎 我一直在問這些問題 所以當然我的書裡面也提到 也許也有帶領孕母的問題 我也知道帶領孕母 現在可能還沒有很普及 但是未來可能會很普及啊 那那個影響所及 那都是我們可以想像的嘛 但是是不去回應這些嗎 你不去回應說有一天 你的小孩可能是寄生在豬的子宮嗎 有可能啊 科技會這樣發展的啊 那到時候豬是你的小孩的媽媽嘛 你是你小孩 你也是你小孩的媽媽 那你跟這個豬的子宮生出來的東西 或是豬的子宮長出了高利財 那個聽起來很荒謬 可是那都是可能的 因為人類的智慧不斷的高度發展 造成了科技的高度發展 那所產生的倫理問題非常複雜 那那個非常複雜的倫理問題 我們其實已經可以預見了 但是我們的文學好像還在抒情嗎 還在幹嘛嗎 所以我才說如果詩就是這樣子 那就不需要我也罷這樣 那各位可能顧誠他是一個中國的當代詩人 可能是中國現代詩成就非常高 幾乎是最高的一位中國詩人 那他的寫作就是他的詩寫得非常地好 非常地乾淨 非常地真的寫得很棒 那他對語言的想法就是 他認為現代漢語是一張又髒又破的人民幣 是要把這張人民幣洗一洗 他要把這個髒髒的語言洗乾淨 把這張人民幣洗乾淨 但是我的做法是把這個語言弄得更髒 我要把這個語言弄更髒 就是我的做法跟故事完全顛倒 為什麼 因為我想這是一個我的第一程序 我觀察到這個世界已經快要當機了 或是已經當機了 你不覺得嗎 你不覺得這個世界已經當機了嗎 那現在這個世界如果當機了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讓它重開機 你一定要讓它先徹底毀掉一次 先徹底毀掉一次你才能重開機啊 所以我的詩或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在逼這個重開機的速度加快 我先從語言著手 我把那些美好的 我們既有的對詩的想像 先徹底摧毀一次 先把我們對 就像我一開始請各位先做舒服一點 先把你的成見先放下 先把你對詩的成見放下 就是先把壞掉的東西 索性就把它弄壞了 然後我們再看看我們共同的出路在哪裡 我再用不能用的詩 因為我覺得 詩都被蘋果日報跟壹週刊用去了 對不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寫詩的人 你寫詩 你敢不敢把蘋果日報跟壹週刊那些詩拿來用 你敢不敢嗎 比如說你要用這個什麼 他們用那種很新山色的那種詩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我現在想蘋果日報那種詩叫做什麼 什麼漏半球什麼 就是那種新山色的詩 就是你怎麼樣把這種 很低俗的詩放到你的詩裡面 你看看楊木要怎麼把北半球這種死方式 楊木不可能 漁光中也不可能 羅志成也不可能 就是說現在的詩他不敢去 面對最龐大的最低俗的語言 那所以當我們的語言 可能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寫詩的人 我的語言全部被壹週刊奪走了 被蘋果日報奪走了 我又不是寫小說的 像我說我還可以把那些怪詩放進來 可是我寫詩怎麼辦 詩好像只能寫得很乾淨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覺得不行 我必須把那個使用詞彙的主導權奪回來 所以我大概我的想像中的敵人 就是壹週刊登出國日報 而不是楊木 而不是什麼漁光中央 因為我正在試著跟這個最低俗的文化 做一個對壘之類的 那對我不想朗誦我的書 但我想我的書還蠻適合朗誦的 那所以其實我也不太像是在寫詩 我是在組合這些文字 因為這裡面的文字都是 你Google上面可以估得到的 那些怪異的詞你可能看不懂 Google上面都有啊 然後我用了一些怪異的科學的詞 你根本看不懂啊 Google上面也有啊 我用一些哲學的詞 你也看不懂啊 Google上面也有啊 換句話說 我在Google上面取得我所有的素材 然後我把它組合 呈現為這樣的事 你看不懂嗎 我告訴你 你沒有資格說你看不懂 你沒有理由說你看不懂 因為那都是Google上面來的啊 你如果看不懂我的詞 不就說明了你看不懂Google嗎 對 其實我就逼大家承認這一點 你根本看不懂Google 不是嗎 你根本看不懂Google 你去Google隨便搜尋一個詞 你搜尋蘋果好了 他挑出這個幾百萬的線索 你難道你了解所有的資訊嗎 你根本不了解所有的資訊啊 你並不了解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根本不了解這些詞彙的時候 你怎麼跟別人溝通 或是說我們一定要了解所有的資訊 才能溝通嗎 那也不一定啊 我只是想問 當我們處在一個彼此 真的無法真的了解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認識彼此 甚至去溝通 這樣的一個困境 就是我的詩的問題 時間快被我用掉了 我再講快一點 這邊可能 就是我在說明我當時寫作的過程 這個重要嗎 不用管 那這個是我在說明我的過程 那 就是我 我當時寫作的時候 我是坐在那個80度C 那種髒髒破破80度C 然後太陽很熱 我在那邊翻開我的電腦 那我覺得太陽很亮 螢幕一直在反光 我根本看不清楚我在打什麼字 我看不清楚我在打什麼字 我只看到那個游標 還有那個電腦螢幕上面 投影出我自己的臉 對不對 你如果在那個反光之下 你根本看不清楚電腦螢幕 而且那個時候是中午 有很多上班族出來吃飯 那窗外呢 很多車有砂石車 有拖吊車 有水泥車 有牲畜車 有牲畜車 那牲畜車你們有看過嗎 在這 那個 滿滿的雞 對啊 滿滿的雞 滿滿的雞 活的 然後再去 等著上 那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些動物 等一下會怎樣 你不覺得很難過嗎 或是你覺得不需要難過 沒關係 就是 我只是告訴你 在社會上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正在奪去別的生命 來滿足我們的生命 那 我只是在鋪纏這個背景 換句話說 我在告訴我的讀者 請注意這個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的電腦 那個防毒軟體 連防毒軟體都中毒了 連防毒軟體都中毒 而且它一直連續無限彈出 那 剛才我在隱喻嘛 我在隱喻這個世界的系統 這個系統本身好像是用來防毒的 但是它本身也中毒了 這是一個不斷的後射在後射 我們的人類智慧不就這樣嗎 你想盡辦法去裝一個防毒程式 然後你再去裝一個保證防毒程式安全的防毒程式 然後你再去設計駭客來侵入防毒程式 但是你來駭客不先侵入那個防毒程式的防毒程式 人類智慧就這樣嗎 一直不斷的交錯的 無窮無盡的 我們在這種人類高度智慧的對抗當中 虛耗了所有的智慧 而不去想 而不去想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或是我們也更沒辦法想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我就非常辛苦氣躁 我就拿起我的咖啡就很大口把它喝掉 那後來因為咖啡喝了就很想上廁所 我就去了我的 我就去了很臭的廁所 那就在那個 就在我去廁所的時候 那個桌上那個冰咖啡的那個凝結的水珠 那一體就流向了我的滑鼠 那些液體讓我的滑鼠移動 然後那些車在外面湧動 人在外面湧動 而我的電腦上面那些防毒軟體 也不斷在湧動 那些視窗在湧動 在這兩個中間 這個是 然後其中一個是1 其中一個是破折號 就是電腦 電腦的國字1跟破折號長得很像 但是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沒辦法念 就是在1跟破折號中間 然後這個是歐嘛 然後是歐還什麼的 然後這個是因素的0嘛 就是在這種長得很像的東西裡面 在這兩個東西裡面 在這兩個東西裡面 而好像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這時候正在上廁所 換句話說我在我 在我滿足我的生理需求的時候 外面的世界正在一些長得很像 跟它的副本之間不斷的變換 長得很像的東西 但是又不一樣 它不是同一個東西 換句話說這個系統是很複雜的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在滿足我的生理需求 這個時候字就出現了 好像是那些液體流向滑鼠 或是防毒軟體 自己把字產生出來的 那我在射手發出也是很明明的 這些字破碎 擴散 繁止 液體爬向我的滑雪 那這些字 這些亂七八糟的字 在我的螢幕上面 像一顆一顆的頭 它浮現在那個螢幕上面 所反照外面的窗戶的車流中 而我繼續在廁所發出 沒人在夜深 而我的電腦上面 那些中毒的翻毒軟體 還繼續無限在那邊彈出 突然有張很大的點 就是他投影在那個螢幕之上 這張很大點 他任那些外面投影進來的人流 穿過他的人流 任那個車流化過 任視窗流填滿 這張大點他生出了皺紋 生出一些不哭不笑 不喜不悲 不好奇不意外 什麼都沒有的 連曖昧都稱不上隱情的現場 那最後我說 廖榮做這螢幕 看著感光注意 那是我的臉 因為我回到我的座位上面 我面對我的電腦 我看到一張很大的臉 投在這個電腦螢幕之上 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臉 我看到的是窗外的 活生生的一切 跟電腦上面這中毒的系統 跟我這個臉的投影 全部混雜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狀況 很難說明 很難說明的狀況 但很真實的狀況 這是一張腦殘的自畫像 我在很白癡的畫完 是 是投那裡洞嗎 然後這洞裡面還裝了很多豆腐 因為這個料人跟像豬一樣糞 像牛一樣糰 像死一樣這樣子 料人很賤 料人就拔掉 因為電腦壞掉了 所以就拔掉電源 然後就開始拿一張衛生紙 在那邊擦螢幕上面的咖啡子 因為螢幕亂七八糟 你知道我看不清楚螢幕 我還以為是螢幕本身髒髒的 我還在那邊擦螢幕 不是嗎 好髒的螢幕 我還心裡面想 可是螢幕上面那張臉的投影 跟我說可可可這樣 對 我在表達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很很混雜 多重真實的 多重真實的 我不知道這是誰講季節課嗎 還是誰 還是拉康還是誰 那種多重真實的 螢幕上面是一重真實 窗外那些活生生的社會 也是一重真實 我自己這個人的身體的感覺 我想上這首也是一重真實 就是說我的慾望是真實的 螢幕上面那些怪東西也是真實的 那外面的社會也是真實的 所有東西都是真實的 彼此混搭在一起 如何溝通 如何承認 我可不可能說 我現在正在跟你談判 我們正在談生意 我們正在談生意 然後我跟你正在談判 然後因為我突然很尿毛 我身體不舒服 結果我就吵吵的 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造成這個合約就這樣下去了 就是說也不要講合約啊 我們不是會在我們的身體狀況 影響了我們的決定 你可能這時候心情不好 做這個決定 跟你心情好的時候 做決定不一樣 你心情好的時候遇到遠 跟心情不好遇到遠 你也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生物性 跟我們的精神性 跟所有這一切都是很真實的 那混雜在一起的時候怎麼辦 好那 這邊就是大概 我想有一些思考歷程 可以給大家參考 包括Dento的藝術終結之後 Dento在問什麼 Dento這一輩子都在問什麼是藝術 什麼是藝術 藝術是放在美術館裡面才叫藝術嗎 可是度像已經把小片翻進去了 那藝術是藝術家藝術圈的人 所承認就叫藝術嗎 那那些不被承認的印第安人 原住民他們就不是藝術 當然也不對啊 藝術是什麼 Dento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藝術是一個有定義的東西 那這樣的人想法當然也啟發了 我去問什麼是詩 詩就是寫的美美的這樣子嗎 然後唸起來好聽的是這樣子嗎 然後看起來好看的 然後包裝的美美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詩不是這樣 詩到底是誰 我再想一些問題 那我的書前面的三天序 也有很多探討可以參考 還有我自己也有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參考 結束了 那我想時間差不多 謝謝大家聽我的講解 我想說只是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把我的想法告訴大家 那我想 大概時間差不多 我最後說明一下 我剛剛在坐火車的也想法 我覺得就簡單來講 這個世界很大 這個世界很大 那不關心 不關心詩的人很多 反而關心詩的人應該比較少 對不對 你爸媽媽你阿公 那些社會邊緣的人 你去龍山寺外面看一看 那麼多流氓 其實不關心詩的人很多 比關心詩的人多很多 可是我們去問 那詩不在這些不關心詩的人之中嗎 詩不在龍山寺的流氓之中嗎 哲學不在流氓之中嗎 哲學不在別的領域嗎 可是為什麼是學院裡面的人在看哪些 為什麼是那些在成語出現裡面的人在談了詩 為什麼 為什麼不破除那個凡理去真的去誠實的看待這個很大的世界 那 我並不是一個法師抬到很高的地位的人 我只是一直在懷疑這些東西 我並不覺得這個世界一定要有事 如果這東西被毀掉 真的會怎樣嗎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想法 好 我想大概就到這裡 那現在請大家 我想可以讓我的朋友唸好 或是大家有什麼想法 有歡迎自由討論 那先請唸好 你需要討論 來 你要這個 我自己也是這個中文系出身 那我本身也滿就是認同廖仁對師的一些看法 那我之前對那個廖仁師做的一些評論有發給大家看 那我今天就不再重複我這兩篇上面的內容 只是想講一下就是我這幾天就是想到的一些比較新的 對廖仁十三的這本詩集的想法 通常看到這本詩集就是一開始看到我們會好奇的就是說 為什麼裡面的廖仁重複出現這麼多詞 那雖然那個玉政他有在他的創作字述裡面 有提到有給出他自己的解釋 但是因為我身為一個讀者 我希望能給出我對這本詩集自己的詮釋 那對我來講就是 我覺得玉政他寫這本詩集的時候 有一點像在五間之中寫作 那這個五間就是五間地獄的五間 那為什麼我說是五間呢 因為我覺得 就是他這本詩集裡面這麼多的料人 然後作者不惜以自己的筆名下去 去進行各種的對語言進行各種的顛覆 那詩人將自己的姓名入詩 這個是很稀鬆平常的事情 在唐朝李白也常常拿自己的姓名入詩 比如說李白成舟江玉行 那一首那個 因為我們的那個桃花潭水升遷 那個不及汪倫送我請 那一首紀言絕句 李白也很喜歡拿自己的那裡入詩 但是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通常一般來講 詩人拿自己的名字入詩 它是一種就是美學上面的姿態 那它不是一種互作姿態 但是它就是一種修飾 那你在裡面看到可能是美好的 或者是狂放的 那但是玉政他在這本詩集裡面 拿自己的姓名入詩 他並不是像一般的詩人 用自己的姓名入詩那樣子 表現得這麼美好 就是那麼讓人家著迷 那我都會在想就是為什麼 那我在想就是對我來講就是 就是玉政他寫這本詩集背後 有一個比較嚴肅很深刻的一種社會關懷 那他在用自己的底名下去跟所有的 就是語言的泥沼裡面打滾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表現得出一種人我無間的一種現象 那所謂的人我無間就是我跟他人之間沒有任何間隙 那這個間隙也代表我跟他人之間的差異性 就是我跟他人之間沒有任何差異的間隙 那對我來講 這是玉政在無間之中寫作的第一種含義 那另外第二種含義就是在閱讀這一整本詩集 看下來的時候 我必須承認雖然說我寫這本詩集的評論 但是我沒有辦法就是整本詩集一字一句的讀完 雖然說我相信我大概讀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就是一次一句的卡 但是我沒有辦法很順暢的讀完 就是他的詞句會迫使我不斷的就是 就是把我從他詩的語境裡面給逼出來 他不讓我們待在裡面就是沉浸其中太久 那其中一種原因就是 因為過度的料人身處於其中 所以這些料人就是被遇證他自己顛覆自己的筆名 然後用了各種邪擬 用了各種邪音的 用了各種不同的錯別字去寫的料人 這個詞彙讓我覺得在閱讀的時候有一種擁擠的感覺 就是擁擠 那這一種拱擠 這種料人不斷重複出現 形成了一種非常刻意的連貫性 就是他在文本內部有一種一致的連貫性 那通常一般來講 就是詩作 我們在閱讀就是比較悅目的詩作的時候 詩作內部的意象的連貫性 他會引用你慢慢不知不覺的去深入進去那首詩歌當中 去體會到一種閱讀的愉悅感 但是 遇證他文本內部的這種刻意的連貫性 他並不是要引用你慢慢的深入他的詩歌當中 他是不斷地要把你 把讀者往他的語言外面推 他不斷地推 所以 這個就會造成讀者在閱讀上面的痛苦 對 就是其實不好讀的 那 所以無間的第二種意思 也就類似一種無間地獄的那種痛 那就像那個 就是詩歌裡面 就料理不斷連綿不絕地出現 然後不斷地在書寫很多負面的情境 那 所以現在在無間之中寫作就有兩種 就有兩種可能的意涵 第一種是人我無間 我跟人之間的人我之間的一體感 但是從人我之間的一體感 就會衍生出互相排斥 我跟別人互相排斥 因為人我一體感沒有辦法維持太久 所以當這種排斥出現的時候 也就是失蹤過多的料人所帶給我的擁擠感 那不斷地把讀者往外推 就是他排斥讀者進入一種美好的語境之中 所以我們可能會問 比如說我身為讀者 我可能會想要問說 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子寫作 那我給出的原因或者是我的揣測 就是對我來講 十三這本世紀背後其實有一種疼痛的感覺 那在現象學裡面認為 人對這個世界有一種異象性 那人無論如何很難以擺脫就是這種異象性 人與外界之間的一些關聯 你人的一些任何的傾向 他一定關聯著某一個特定的對象 某一個特定的外界的事物 但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有一種說法是 有一種感覺可以讓你 可以讓人與世界之間這種無法斷絕的一向性 忽然斷裂開來 那種感覺就是疼痛感 當我們在疼痛的時候 我們的腦中是空白的 我們所有的意識沒有辦法思考 我們沒有辦法去描述疼痛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去思考疼痛的意義 所以在疼痛的當下 我們是空白的 但是我們在描述疼痛的時候 因為我們必須把疼痛這個私起的經驗 某種程度上把它公共化 就是某種程度上把它外化 讓別人也能夠理解 能夠語言溝通 那這種理解就有賴於語言 作為我疼痛的主體跟旁觀者之間的橋梁 我覺得 我覺得玉政他在寫作這本詩節的時候 孟程度上應該是有一定的疼痛的感覺 那語言在這邊 就扮演了一種吊詭的角色 一方面他表現出的是一種 我同胞的感覺 另外一方面他又表現出一種擁擠 非常非常的擁擠的感覺 那之所以他能夠表現出這種 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 這種在無間之中寫作的這種現象 對我來講 有可能是作者他體驗到某一種疼痛 這種疼痛不單只是生理上面 同時也是心理上面的 或者是對社會事件的一些關懷 或者是對周遭事物發生的一些 就是同感同理心的理解說 導致了一些疼痛的感覺 那這種疼痛感讓作者 在某一個時刻中 他的異象性與外在世界的 互相關聯的那種異象性 突然斷裂開來 那導致寫作主體被懸置了 那外在的世界被放在 準而不論的地方 那主體跟外在世界 兩者之間有一種疏離感 有一種隔閡感 那我覺得十三是 基於這種疼痛造成的疏離感 隔閡感 那意圖打破這一層隔膜的一種嘗試 那謝謝我大概就講到這邊 希望可以聽聽看大家的看法 謝謝 謝謝 你們大概 呃 我們 裡面的給大家的資料 基本上都有些料 跟他作為 詩的解釋的方式 那其實他剛剛談的比較多是 他對於形式上的創造 他為什麼這樣製作 有他的理由 那其實他的企圖性也蠻大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從他怎麼去反省 詩到底是什麼 或者是有些藝術創造 本身是一種形式的打破 他也不再是 就比如說像黑格來講藝術創造的時候 本身就是一個形式上的本身創造 所以他試著去把那個形式先把它找出來 然後針對那個形式慢慢的分析 那這樣的話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說他剛剛講那個獨像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獨像是誰 獨像就是法國的 叫做馬塞對雄 他是把一個馬桶放在一個美術館裡面 那這個時候他當時其實陰性很大 然後上面牽上他的名字 感覺就像藝術品一樣 那我就是那個東西 後來就變成說 大家在問什麼叫做藝術 第一個你就會提到 這個能夠叫做藝術嗎 把一個現成物就放在上面 可以叫藝術模 那現在就變成說 有另外一個現成物出現 現成物就是現成蘋果日報做的那些文字 這個可以放到詩 這個我們認為想像的殿堂裡面 尤其對於一些喜歡做詩的人 所以你可以發現在這個 在詩裡面其實有一個禁忌 那個禁忌叫美好 那個有個美好作為一個禁忌 所以就相較來說 這個禁忌就可能排除了 其他語言使用的可能性 在這個裡面 那所以我其實看到廖仁的那個詩棋 因為那時候中研院的研討會遇到他 然後碰到一個 碰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特別 他是在那個 發一些會議資料給我們 就是當時發會議資料給我 然後我們就聊了一下 聊了一下 他就說他在寫詩 然後後來隔天就把一本詩集給我看 然後我就翻開來看 我覺得其實我非常驚艷 我也非常驚艷 那當然那個東西 只是跟哲學裡面的探討自我的關係 雖然剛剛講說有些擁擠的感覺 有些 那如果你去想那個擁擠的感覺 大家有一個異想 我也想到的 瑪格麗特 超現實主義的一個畫家叫瑪格麗特 還不是看有很多人漂浮在空中嗎 有一幅圖是人都漂浮在空中的 大家去想一下也有點相似 還有雖然廖人裡面 他在想的時候 實際上 他是用第三人稱去談他自己 所以他有些部分來說 他已經在語言的形式使用上面 那個是可以被分析的 他如果用第一人稱 他就把你拉進來 用第三人稱 他也是在旁觀客觀的 看待著自己 然後你如果看 那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廖人並不是一個在外的 一個對象 一個詩人 在闡述他自己 我們不小心會變成廖人 所以會產生某一種形式上的共鳴 那也是他在詩裡面 產生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那當然他用的 我們當然也可以把它當作說 進入到 所以他 他剛剛在講那個關於溝通的問題 有沒有溝通達到公式 那這個其實是很古典的懷疑論 哲學懷疑論說法 就是沒有東西存在 即使存在你也沒辦法認識 即使你認識也沒辦法告訴他人 是一個古典懷疑論 是一個古典懷疑論 所以它就涉及到存在跟認識 以及語言溝通上的問題 那這幾個不同的層次就會 他就把它拉到最後一個語言的層次 那如果說他在使用的語言 我又覺得說 有點像刀家 莊子式的刀家 倒不是老子式的刀的刀家 那個莊子在講說 道無所不在 然後他講了幾個在 屎尿、瓦、疲敗 有沒有 就在那些 你最微不足道的東西裡面 所以可能在屍排斥的那個東西 最微不足道之處的時候 你可能屍還產生了某一些可能 那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情 當然是要賭博的 就是賭的就是讓大家討厭他 對我們旁邊 我們當然不知道這種文學裡面的 限制在哪邊 可是呢 只有一個讀者來說 有一個人寫這個東西很有趣 他反而少了那個框架 可是有些框架反而是 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自己知道那個框架在哪邊 那個框架拆除掉 那框架會有危險的 他會因此做一個文人的身分 而因此的解體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那個裡面看到 那個解體的過程 那這也是我可能在看他的 那我覺得我最喜歡看他的詩集的 時刻點 不是這樣 就是輕鬆的喝個啤酒 然後大家 來喔 翻譯葉 來 大家來唸一下 那誰都可以唸 那把它當笑話 甚至他說詩詩可笑 我覺得 當他那個可笑裡面 他充滿了很多的想像力 所以他 他在這個語言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說在這個語言過程 他留給讀者一些空氣 好像我們在講料人 可是實際上我們又講 會回到自己裡面 他有一些空間 就是說 感覺是擁擠的形式 實際上他反而可以撐出某些空間來 所以在這裡面有一些文字 大家可以稍微抓一點來看 就如同那個聶豪講這樣 但其實不好讀 就是你大概要誤讀啦 讀錯啦 可是重點是 意義都回到讀者身上 而不用回到作者身上 那我們就開放時間讓大家 隨隨便便的來問他 他也不代表料人 因為到最後他也不是料人 來 一 來 三個 先來三個 來 遇任 然後再來 好 我們先兩個好了 可以 那位小提醒老師 真的嗎 你真的只有一個身份嗎 只有小提醒老師的身份 就像他剛剛講的身份 其實都不是他 其實我剛剛 覺得第一位發言的 我覺得 第一位發言是誰 就是我剛剛那個老師 我覺得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看一首詩 不要帶有太多過去的經驗 也就是說什麼讀起來有連貫 就是說擁擠性 痛苦不好讀 或結構 我覺得這個都是因為有一個比較的東西 你比較一些詩人 所以我想我們能不能 跳脫一種所謂的制約 然後單獨來看料人的東西 我想就不會有 這麼多的所謂學院的訓練 因為我剛剛要發言 我已經埋下了一個伏筆了 我說學院不是不好 太多了 多到我們可能一直很認真的想去聽 但我們卻聽不懂 像古典音樂一樣 你拉太多了 就變成一種叫做 我現在也媚俗一下 好了 像那個米蘭坤達裡面講 媚俗了 太媚俗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料人的東西他有 因為我今天會來看就覺得說 幹料人是殺小這樣 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子被騙來的 那我覺得他裡面有一個通俗性 譬如說他說海料料 我覺得他也有 我在想說他姓料 如果他姓豬或姓牛的話 其實也蠻難弄的 所以我想他裡面有個通俗性 可是我想問的就是說 其實看 看你的那個浪花兇惡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 知道怎麼得楊木獎的 OK 我想你知道這個 這個東西怎麼在運作的 那看你如果是別的詩 反正料就是當主詞 後面就一定接個動詞 料啥小料啥小 從這個架構來看的話 基本上好像你是有點 有點亂來 但陳如老師說的 這亂來裡面有一種秩序 你建立一種亂來 感覺就是讀起來很爽這樣子 那你如何去做一首像浪花兇惡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讀起來又覺得 太不上道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又媽又 你說詩這件事情你很討厭 可是你這完全就是一個 一個很厲害的所謂的詩 那我想既然你討厭它 那你怎麼樣讓自己的詩 是你自己定義的形式 而不是一些我們媚俗的人去定義那樣的東西 好 講太多了 謝謝 你好 一開始你就提到說 你要承認詩是一個笑話 那因為今天的邀請你就是 就已經在文學上面就寫你是一位詩人 那這個讓我回 就是那個回到我自己的身上 我自己的領域是神學的領域 那有非常濃厚的宗教信仰的背景 所以我剛剛還在聽你說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要不要回來承認我自己的領域是一個笑話 那我發現A4在當代 特別在台灣 基督教信仰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大的笑話 對 那他 那他 那都我的朋友啊 有 顧家摩有太多我的朋友了 我的朋友當然是 包括顧家摩也包括那個 伴侶某的都有啊 對 那 在這當中 對啊 就是一個 一個對自我的解構 那所以我常常也是 就是 哲學的一句 然後文學的一句 然後在 在那個 整個 整個 特別是FB上面的討論 對基督徒的朋友在那邊討論的時候 他試著去論述一些東西 然後你會發現 不管你論述的東西多麼的合邏輯 多麼的有道理 他就 就是永遠都是 理性跟人權 是破壞整理的假面具 我永遠沒有辦法打贏這句話 那所以 我最後也是嘗試著就組合一些文字 然後試著去寫一些 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 看不懂的人就看不懂 自以為懂的人就自以為懂 然後自以為不懂 或者是至少也不會引起一些比戰 無意義的比戰 可是我自己在寫那些文字之後 我自己回過頭來看這些東西 其實 他對我的 對我的 對我又有 就是我自己寫的東西 我回過頭再來看 又會有新的詮釋進來 那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我每次讀詩 那我不得不承認 我對詩有太美好的想像了 所以我喜歡楊木啊 陳克華啊 什麼都 我都喜歡 但是 但是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文字 也有非常高度的興趣 那 剛剛我提到楊木說 那個要打破詩的葛律 其實是我是讀那個楊木的 那個一首詩的行程 那一本書他提到的 那但是 我又發現 打破葛律但是楊木他也沒有啊 他的詩還是很唯美啊 他還是留在這個當中 那反而是當代有很多的 有一些詩人他的文字就會比較帶有 通俗性 但是我不是很喜歡用通俗性這一句話 因為文字就是文字 它是中性的 對 那 所以 其實我的問題就是 你在寫完 你在組合完一些文字之後 那些文字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再一次的 讓 帶給你新的詮釋 那 是不是這個文字的作品 它 它就像一個被出生的小孩之後 它自己就擁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力 好 這邊的問題都 我們先讓那個 廖人隨便聊聊 讓他隨便聊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開放第二輪 來 非常謝謝大家來參與 我很高興聽到大家的想法 我很認真看待這些想法 我先給大家回顧一下 我是一個 存種的文人 存種的文人 就是說我在 我的 最年輕的成長過程 很早就開始 讀 嚴肅的文學 讀純文學 寫 嚴肅的詩 所有該讀的 我差不多也都讀過了 我一直是一個 在 寫 嚴肅的 存文學的人 那 當我 一直寫一直寫 寫到 大概 退伍 退伍之後 我就把我以前的作品 全部都丟掉 全部都 在電腦裡面檔案 我也刪掉 我覺得很爛 我覺得 我一直在懷疑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懷疑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一直在懷疑我做的事情 所以 這個事情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跟 真的啊 就是你不寫詩也不會怎樣 你不寫小說也不會怎樣 我很懷疑這些事情 我一直在懷疑 但是我卻是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一直到我 退伍之後 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作品 全部都是退伍之後的作品 大部分啦 百分之九十九 就像第一位朋友您說的就是 我知道文壇想要什麼 就是我 應該說我知道文學的規則在哪裡 我知道嚴肅文學的規則在哪裡 所以我 第一本作品或是我過去的十幾年來 是遵循這樣規則在寫作的 但是到後來我 退伍之後 我進入博士班 我的想法有些轉變 我開始去也許阿斯丁托 給我一些啟發 我的老師 肖正邦老師給我一些啟發 讓我一直去懷疑說 去想到底文學跟藝術 到底是什麼 他就是我們 好像我們一直在尊詢那個規則 那 我開始懷疑這一點 所以才 才讓這個概念去 我把這個概念先想出來 然後就把它執行到底 就變成了各位看到這本書 所以那樣我兩個風格 兩個時期的風格 前後落差之所以那麼大 的原因是這樣子 是因為我的人的成長過程就是這樣 在我三十多歲以前 我三十歲以前 我接受的是文學的規則 文學的涵養 我的文學涵養可能不算專家 但是也差不多夠了 那第一本作品就是我的一個成績 但是我一直在懷疑這一個 我並不知道 文學到底要幹嘛 我曾經問這個問題 在問我們聰明謝教授 他們覺得很不以為然 他們覺得這還用問嗎 文學就是無用之用啊 無用之用是什麼用 你接受什麼叫無用之用嗎 就是說 我一直在懷疑這件事情 那第二位朋友的問題也很好 就是說像第一位朋友 您剛剛說您是科學背景 您是神學背景 科學跟神學 我覺得我就算是一個文人 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必須動用科學啊 我賺的錢難道不用用數學去計算嗎 對不對 我平常日常生活中 難道不用用到邏輯嗎 我並不否定科學世界 而且我承認那個世界 是人類很主要的一個部分 我非常承認 就像第二位朋友 你說詩變成一個笑話 有點像神學變成一個笑話 我完全了解你的想法 我很尊敬神學 我對上帝也有很多想像 但是我並不是個信徒 但是我很尊敬 如果有個上帝的話 我非常尊敬 所以我並不會跟著一般的人 一起去嘲笑護江門 一起去嘲笑神學 就像我知道是很可笑 但是我不會 我不會帶頭去嘲笑這東西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理解那個不同的立場 我覺得我雖然不是一個 有宗教背景的人 但是我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體會 好像可以體會那個 如果有一個上帝的話 那他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有那些想法 跟我們這些不信上帝的人的想法 其實各位 你應該可以體會 你可以想像吧 如果你是個信上帝的人 跟你是個不信上帝的人 你應該可以知道那個 也許你認真去想 你可以知道那中間的差別在哪裡 我並不會因此而把神學當笑話 所以其實我要做的就是 我正在透過我裡面也寫到很多 很多關於社運 關於宗教 關於哲學 關於科學 這些東西 我的態度是 我的態度是 我 並沒有 否認這些東西 但是 我也沒有接受這些東西 我沒有全盤接受 但我也沒有否定 所以我正在提醒 當 像我裡面有一個 我在寫社運 我在想像 如果是一個 料人 他在社運裡面 他會怎樣 他會義無反顧的 熱血沸騰嗎 我覺得 如果有熱血沸騰 那也是值得懷疑的 你的信念 是可懷疑的 是值得懷疑的 因為別人的信念 可能也是信念 那 我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我講這個 就是說 對 我並不 我並不 否認社運的激情 或是神學的信念 我非常尊重 但是我也沒有完全接受 我提醒我的讀者 請對這些東西保持緊絕 請不要 人云亦云的 熱血沸騰起來 也不要人云亦的 去嘲笑神學者 也不要人云云的 加入神學者 也不要人云云的 幹嘛幹嘛 我覺得 如果我們有一些 行動的方式 現在如果 有一些事情 在社運裡面 我們是義無反顧的投入嗎 那些事情的正確性是 就是 如我們眼前所見的 那麼 可判斷的 那 我想 我是這樣回應 就是 我真的很尊重上帝 但只是我個人 沒辦法完全信仰 但是我 絕對反對 那種人云亦云的 去抨擊神學 我覺得 那是不公平的 因為 因為我想 我並不知道怎麼 因為神學跟非神學的衝突 我寧可觀望 我不要加入衝突 我不覺得衝突更好 我覺得大概是不要 那 我希望這樣可以說明我的一些想法 我想這是一個大哉問 這不是說我一個寫詩的人 可以做什麼很得體的回應 我只是說明我 想要告訴我的讀者 先保持緊絕 你不要一頭熱的摘入某一個立場 你至少要很清楚 或是你可以適當的保持有影 我覺得那是沒有關係的 那 對 那第一位朋友 謝謝你的問題 我想我的解答就是說 因為我個人的成長歷程就是這樣 我從一個純粹的文學創作者 一直在寫 所以我的第一本是這樣 然後到了我的一個某個年紀 我的想法產生很大很大的懷疑 所以我丟出這本書 那這本書現在是先出版 但是它是我後來的一個寫作 我想這個東西之所以出版 它是有它的一個 它是有它的一個意義 如果這個社會唾棄它 那也是一個意義 這個社會冷落它 那也是一個意義 那如果這個社會 可以知道它在幹嘛 我想那也是它的意義 我想我寫這個書 我應該把它丟出來 讓大家檢驗或是讓大家冷落 或是讓大家討論 我們還可以繼續再一輪 不過大家看到那個 它那個新詩獎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它的 為什麼那個是三沒有拿到新詩獎 或是浪花熊惡 是你有沒有拿去參加新詩獎的 我把我的這本書拿去參加那個 一個台灣文學獎 當然非常的 直接就被幹掉了 就直接落選 這樣 所以你其實要旁邊再加一個 就是三參加什麼台灣什麼文學獎 然後旁邊寫落選 這個 那個事情才會有諷刺性 然後那個呢 浪花凶惡 因為我沒有看 我沒有看浪花凶惡 他也沒出版 他也沒出版 他現在出版了嗎 他沒有出版 還沒出版 那先得獎 但是還沒出版 對對對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再讓大家來報表一下 一 二 來 三 那先從文類開始 沒關係 他不是街友 他也不是遊民 他是我們這裡的常客 我知道 我在文針所見過這個朋友 可是他無所不在 任何大大小小的場合到處去 對 所以他是很快樂的人 到處跑 在這個享受當中 我寫了很多字 但是 我想就是說 從另外一個面向來 跟廖先生 這個 謀和一下 因為在 玩弄漢字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個人是 因為要把 會說的話 寫下來當作文章 才發現說 欸 到底是應該用哪一個漢字 那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那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有一個 一個感受 就是說 漢字本身 它有 字的本意 跟 字的外意 這是我的認知 那因為 我 看你的文章裡面 最重要的字 可以說我 沒有真正去瞭解過它 但是在你的 這個 文章 我的掃描過程裡面 我有這樣子一個感受 是說 如果我最後結論 就是從你的 講述中 我聽到的是 你是在告訴 閱讀者 四個字 多方思為 不曉得 對不對 那因為你這裡面 充滿了 很多 我看到你都是屬於 所有的 對 你的見識 所做的解析啊 都是 充滿了 你的 個人化 那在這個 解析的過程裡面 又 附加了很多的 衝突 那 我是 想說 當我們在玩弄這些 化石漢字的時候 或許你是 試圖要 從文本裡面 去把這些漢字活化 但是 我有一個概念 不曉得你能不能接受 我沒有看到你有造字的能力 也就是說 當你在 在這樣子 不管是從文本 還是你真實世界 所見識到的事物裡面 你 沒有 真正表達 你自己 的見識 當然我這 把它說 從我知道的 這些 這些現有 可看到的漢字之外 這個世界 你所碰到的 真的 都被這些 既有的漢字 所涵蓋了嗎 如果不是的話 你為什麼沒有造出一個字 就好像以前的造字者 造出了我 看到了這麼多的字 這是完全是從一個 就是說 文字使用者 因為我看到 裡面有一些文字 其實它只是 其實它只是 我理解中 裡面的表印 而不是完全 真正它那個 字的本意 也不是那個 字的外意 那在這個狀況下 我要說 當一個 當一個 文學者 在使用漢字的時候 我現在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 當一個漢字者 如何面對新實物 在個人的認知中 造出新的漢字 出來表達一個 以前人沒有表達過的意涵 這件事情 就是說 互相切磋一下 這一方面 是不是應該要 要實力 我問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造字 有 有 所以你是用你的標準來說它 不是 我是說 這樣子的一些現象 就好像說 Biang 對不對 年輕人說的Biang 我造了一個字 台大文字學的教授也 他也造了一個字 但是 不管怎麼樣 當這些東西有在表達的時候 這樣子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字型漢字活化 不是把它已經化石化的東西 要拿出來應用的活化 而是應該 是不是應該要進入一個造型子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 從一個 在一個文學換手裡面打滾的人來講 尤其是當一個所謂的漢字使用者來講 照先制的能力 是不是 你的問題很清楚 回共 回共 來 我們下一個 那個 伊諾 我覺得我好像 不太像是問題 只是我可以感動 知道你現在 自處於什麼樣的 身為一個創作者的狀態 因為我也曾經 對於 就是 如果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你會對於我們所謂的溫潭 或者是溫潭 裡面它有一些門檻 規則標準 還有無形的牆 會感到壓力 想要去突破它 那 我也是有看那個丹陀的在藝術終結之後 但是裡面 我記得裡面的想要講的 好像跟你剛剛講的 有點不太一樣 可能我解讀的那個藝術終結之後 裡面想要談的比較說 就是 就算藝術真的終結 那藝術終結其實是個假議題 那其實 終結之後 藝術還是依然會存在 我還是會想要畫畫 我還是想要寫詩 重點可能會回到你自己 對自己的創作的本質或是什麼 可能會比較快樂一點吧 然後 可能 在藝術市場 不管它 是如何的崩潰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 比如蘋果日報就是有多麼難看 每天就是千篇一例的 或者是怎樣值得去放 反彈或什麼的 但是跟藝術的 本身的 價值 兩個真的是會有 就是會相互影響的嘛 這是我比較想要問的 你可以理解我想要問的問題嗎 沒關係 大家在誤解中我們還是可以澄清 這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看大家常常會聽到在 藝術終結 歷史終結 人的終結 其實如果按照西方角度的脈絡來看 基本上 它那個基本 它字是 那個字其實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結束 另外一個是完成 或者說它某一個階段的完成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談所謂的 終結的是這個概念的時候 實際上是某個狀態的完成 可能要進入到下一代 或者那個終結呢 是某一個時刻的轉折 所以我們在談終結本身 那這個就是 中文來講 中文沒這個意思 但是呢 中文有一個 我們也可以解釋啦 然後只是說 聽起來就覺得好像很爽 這個終結 要終結什麼東西 不是 那其實在西方的 哲學文學 或者藝術文字上的脈絡是 有兩個意思 完成跟結束的意思 好 那 來 來做一個音樂創作者 來 你要說什麼 脫下跳人 講者 都可以 都可以 沒關係 我如果沒有辦法 真的嗎 好啊 好 你就麻煩你 用委屈一下 用背筋包 不會 OK 怎麼不記得 我看到 剛剛講很多這個東西 很像是一個很多的 你北京話講得不錯 我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 因為他是要努力在任何場合裡面 要用他的母語來表達他自己的想法 今天他是委屈你 真的委屈你 我知道你這樣會破功 但是為了溝通 沒關係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就是很多的選擇 我會講到很多的選擇 但是 我們會 我在自己的 剛剛我決定我要做什麼運動 可能像 我認為在 我講台語這件事情 他並不如我的父子 父子輩 或是我的阿公阿嬤 他是因為 英老被老不得公見的語言 我老爸媽就拿這個語言 我就跟他講 在我現在的講台語 他是我一個 認同的選擇 認同的彰顯 包括我在講台語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個認同的彰顯 那 對我來說 他不是一個選擇 他是 他更像為是 他更較像是一個水落石出 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 在從選擇進入 很多的選擇 那我就對每個選擇 進行討論 進行批判的時候 或進行思考的時候 到最後面我去促成我的行動 那我可能去類比到 就是你去做出這個詩集 他會是一個 我會認為他是一個水落石 就是你會認為 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對別人來說 可能大家 我們很習慣的會說 大家有大家的選擇 我們要彼此尊重 你有你的選擇 我尊重你選擇的自由 你有自由意識 你去做這個選擇 但是我更期待看到的是 大家去 在選擇當中 你認得去做出的一些事情 而且對那個選擇 並不是說 那也只是我其中的選擇 我選擇怎麼選擇 的那種東西 而是說 對我老師就沒什麼好說 就是非常明明白白的 對我老師 除此條道路之外 再無他路可走 我會認為說 我在看你的詩集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還有 這是一個 所以我想問學人是不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那個空間 就是說 詩是可笑 我自己來寫歌 我就寫掉出去 我會覺得很休難 很休難 你去跟人家說 欸我寫一組 真的蠻好 我修來這個錯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沒有 不要這樣 我和你兩個都很好 我現在練英文 我希望我的英文也很好 多語 我希望原住民也很好 某一組的 那 會覺得說 跟人家講說 一首歌還要唱給大家聽 我覺得 不大敢做 會覺得它是一個極端 就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可是 因為你的詩這樣子 當我去跟人家講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他很好笑 講出他本身這個好笑 他拉出一個空間 那我就跟人家講說 那我敢去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就可能我今天要直接去問他說 你是一個害怕孤獨的人 我直接去問他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很不自責 可是我今天可以拿料人的詩出來 好像那個錯的是料人 孤獨的是料人 跟我們都沒關係 可是當我唸出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會隱隱的感覺說 欸 這個料人好像是我們 那我們不用講話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 我想要去問他的那個東西 我在想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跟朋友聊的時候 我覺得料人詩集很好用在這個地方 他這個講法還不錯 代表這個詩集 還是可以有商業性社交上面的使用的功能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 台灣已經很少人談詩了 比如說我們談詩有時候是談想像力 剛剛他在講這件事 我當然是 那時候我們一起 這幾個是學生 我的學生 然後在我家喝酒 喝酒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拿詩出來唸 唸完以後才會變成 就是覺得這個料人很有趣啊 可是實際上他的講也沒錯啊 因為當你把他講出來以後 其實雖然是講別人 可是都是講我們自己 所以為什麼他有這個裡面有一個操作 我一般來說會覺得他應該是自戀自戀自殘 自殘 或者是自欺 所以我們覺得可以用的 或自大 或者過於自我 或自卑 他就 他換化成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投射的一個對象 在這裡面做的事情 而且他可能是虛構 我們也不用太在意 他跟真實沒有什麼關係 也傷不了任何人 可是他會帶來某一種空間性的反省 這是我覺得 看他的這種嘗試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可是呢 大家不喜歡 比如說他媽 他講到那種 跟生理器官相關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其實也蠻奇怪 好像那個不是我們的生理器官 對不對 好像他不是我們作為一個人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會避開坦塌 所以他在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的禁忌 那個禁忌其實是 他就是挑出不僅是失了形式的禁忌 也挑出了我們語言上面使用的禁忌 那當然他的代價就很大了 這個代價就是 就是我們還是可以拿來當社交使用 來 余政你再講一下 講一下 他完了以後 我們等他講完以後 我們就先結束一下 然後因為咖啡館把鑰匙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聊 聊到隔天都沒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可以歡迎大家結束的時候 繼續聊在這邊 然後也請廖人 你再十分鐘好不好 跟大家講一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站著講 我想我就反著講回去 那塔塔提到的是說 是不是一個水落石出的一個過程 是一個沒得選擇的 在也許某個意義上的確是 我的一個 對 就是說當我會選擇這樣去呈現的一本書的時候 我的確是已經如你所說的 是一個水落石出的一個結果 就是我沒有別的選擇 如果我想要回應這個 姑且 姑且稱之為心自由主義的混雜的 這樣的一個 很模糊很曖昧的時代 我真的沒有選擇 我不能再用楊牧師的方式 或是我不能去用別種方式去面對這個時代 而我唯有這樣去使用我的語言 在我 我們都是在台灣成長 我們用的中文 英文 各種文混雜在一起 那都是我們的成長過程 那我們怎麼去面對這些語言 這些語言其實已經植入了那個思維在我們的腦海裡 當我用中文 我就是一個中文的思考方式 不用英文 我們就是英文的思考方式 可是我們是混雜的 我從小也學英文 你應該也是吧 可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被灌輸某種思維在那個語言裡面 而且是混雜的 我覺得我好像很警惕這個東西 透過語言所灌輸的那個思維 在我腦海中 語言可能是中文 或者是某一套文法 那套文法可能是 本宮大陸啊 或是什麼 台灣最美 有夢想誰 反正就是這種一大堆 有的沒的這種文法和語言 它其實成為某種思維系統在我腦海裡 而我試著很警惕的去面對這些東西 那我怎麼樣攀閱這些重重的語言 像好像那個森林很多藤蔓 我要怎麼樣攀閱他們 而不被他們所綁架 我覺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這本書了 的確如你所說的 這在我的意義上是這樣講 我只能這樣去表達 如果我想誠實地表達 如果我想誠實地表達 如果我想誠實表達 我只能這樣表達 對 然後你的第二個問題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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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 對 把這個人稱為分成三種 或是被害者 主動者 旁觀者 我去把那個界線給磨比掉 那這的確是一個很明顯的策略 我就是要這麼做 因為我要表達說 我今天好像是受害者 其實我何嘗不是一個加害者 在別的意義上來看 我何嘗不是一個袖手旁觀者 我如何可以去指責另外一個他者 其實這個我想我可以做一個總體的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文學背景的人 那我一直去想文學 到底那個主體性在哪裡 我覺得好像沒有主體性 科學有科學主體性 神學有什麼主體性 哲學也有 數學什麼學都有 音樂也有什麼都有 可是文學有什麼 那像中國的文學 那個中國本來我們稱文 那個文裡面就是 什麼東西都叫文 醫學 什麼 炮彈 火藥什麼的 全部都叫做文 所以文不知道那主體性在哪裡 我們就是只要是用文字記載 全部都叫做文 我們也不是叫文學 文學是 literature 可是中國文學它就是文 它不是文學 它就是文 那文就是什麼都是 那主體性在哪裡 我後來一直思考 我覺得主體性好像就只能說 文學就是我們的比較柔軟的心 就是我可以去試著想像 如果有人他立場跟我不一樣 他是怎麼想的 我大概可以去想像說 如果我今天反對這個東西 但是我也可以知道 他為什麼今天會這樣 我透過文學的想像 文學的教養大概就在這裡 文學教養告訴我 我可以很容易的去設想別的立場 別的跟我不同的立場 我很容易去想像 這也許就是文學給我的 最大的啟發跟教養 我很容易想像 跟我不同立場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 他一定是怎樣的成長背景 他受過什麼教育 他在怎樣的脈絡之下 他今天有這樣立場 雖然我不同意他 但是我可以想像他 當我可以想像他的時候 我就不會那麼粗暴地對待他 這好像就是文學唯一的作用 唯一的主體性在這裡 所以如果是一個策略或是 我把那些人稱取換掉 我想請我的讀者去理解 你不同意的東西 你反對的東西 他有他 他有他的理由 我可能很討厭這個東西 但是他有他 為什麼會這樣理由 我去設想他 而我可以試著去疼感他 而我不要採取 那麼粗暴的方式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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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践討他 或是什麼 那人類的文明 不就是要求這樣子嗎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像動物一樣 那麼殘忍 我們如果有我們的人性 到底是什麼 不就是盡量去 盡量去盡量去承認 盡量去理解 這不就是 所剩下的唯一的一個東西嗎 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一位 那另外一位 而且我忘記了 對 那個是Dento那個 我並不是要去誤解Dento Dento的意思大概是說 Dento自己承認他是一個本質論的 我想你應該也很熟 他認為當藝術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 擺花齊放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可以透過歷史的角度 去重新回頭去定義藝術 但是就我所知 他並沒有成功的定義藝術 他只是認為說 因為歷史發生到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回過頭 去檢視所有的藝術 所以因此我們得到了那個定義藝術的可能性 但是他並沒有成功的定義藝術 我的理解是這樣 不確定有沒有錯誤 也許 也許 對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Dento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直沒辦法定義藝術 但是因為他認為藝術好像已經發展到一個end 那個終結或什麼的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藝術大概所有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好像有機會 從頭來檢驗藝術 他意思好像是這樣 那 那我不確定我理解沒有錯誤 那我想我的詩 我的這本書 其實是受到Dento的這樣的一個啟發 或是影響或是震撼 之後我也試著去 我覺得詩似乎 有沒有他的可能性都被發展完成了 他到他的end了 這個是我問我自己的問題 我不確定 那我試著丟出一個 丟出一個新的形式 我試著丟出新的形式 然後 看這東西有沒有可能被說成熟 我只是做這樣的一個嘗試 對 那 對 也許也不是很口善的 但是總之 就是這樣 那 這位朋友 那你說會不會造新的字呢 呃 你指的字如果是造出一個新的中文字 這樣 或是造出一個方塊字 那我當然沒有 因為我也 呃 我並沒有想到要去造出一個文字 但是我試著 透過整本書的一個實踐 包括書名啊 包括內容啊 包括設計的方式啊 包括最後我不參加任何發表會啊 你剛剛說是不是需要後面再擺一個獎項器 也不是我只是想要賺那幾錢而已 我覺得這是很實際的考量 並不是說我要這本書也得給獎 我只是透過這些 我透過這些所有的方式 不只是文字本身 包括其他周邊的東西 我試圖 丟出一個新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我沒有產工 我新的東西可能就是一種 一種這本書集的特有的一個 反省 反省 我在不斷的自我反省 我在不斷的攻擊我自己 的所有既有的想法 我曾經有過的價值判斷 是對是錯 我在挑戰我自己腦中的這一些 而這一套過程可能也不新鮮 我也不敢說我真的有什麼創建或什麼 也許就像森老師說 也許這是古典的懷疑論 我都不否認 但是我想那就是我的一個實踐的過程 那我是否能夠在第一個階段 就是把這樣的一些 我認為是當機的系統先顛覆掉 這是我的第一階段 也許下一階段才是 各位所有的人能夠去做的 就是我們去重建新的價值 我們去追尋 比較值得追尋的社會 而不是公立體力社會 不是意識形態社會 不是族群對立的不是什麼的 而是我們更美好的 屬於人類的屬人的 始作成天常講屬人的 那種人文精神到底在哪裡 我想第一階段 我大概的確無法做到 如你說的造星字 造星概念造星什麼的 我可能沒有達到 但我至少先去剝除這一些 先去提醒我對不對 去反省目前已有的 這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這是我的這一階段 那下一階段當然就希望 各個領域的朋友 大家一起去做追尋 我想他剛剛講的一個文字 我就是 如果他講的我真是清楚懂 如果你造人的字 那可能只有你懂 或我們都懂 當然我們可以繼續造字 那你必須先去推訪文字 然後我們再來讀 那我間接去解讀 我覺得他 後來他講這個到我提醒我為建設 我重新再看一個文字 我感覺那個東西 比較沒有一種所謂 王文親自的意見 你知道嗎 他就是有一種獨特用 那這個也是我想問你的 我這樣從頭又念了 七八糟詩 我覺得 就這些字就是 非常的優俗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詞 非常的大概只有小學的程度 這樣 那我想這個詞 是不是你可以營造的 因為你都可以做出像浪花 凶惡這樣子的東西出來了 那種就有點魅俗 可是你這個又有點智障 你知道嗎 那我才想說 你如果從魅俗到智障 這個所謂的風格真是沒有建議 我們隨便來補一付 你看 料配什麼事都不算 你料遇到一些料冷 salaries 一些料書 料人都是心不婉 有點像音樂的迷幻 所以我說 在這樣的一個東西來講 她是不是有一個料分的獨創定 還是說你已經不要了 前面那種真的是沒趣 你只要衛演石大概一個 可是到了你自己的語權的時候 我去反鬼這個東西是 我也試著傳聞 如果我是你怎麼去念 那我想這裡面有很多風格是看不到 我想接觸那個文化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 抱歉 答案 我覺得要請 我覺得很好 美俗也許是有點負面含義 那我想我過去的寫作 當然是在了解文學規則之下的寫作 當然我想總有美俗的成分 但是也有不媚俗的成分 我想是有的 在我過去的寫作 在浪化凶惡裡面 那那些比較不媚俗的成分 也許就是我當年所追尋的精神性的 精神性的詩的境界 而那的確是存在的 我想我會保留這些詩 而沒有毀掉他們 就是因為我認為他們有 真的有一些東西是可被保存 而我沒有毀掉他們 那到我這本書來說 你說你剛唸的很智障那些東西 對 的確是 我就是要用那些很智障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要去 就是我寫了那麼多智障的東西 但你不能這樣去理解我在幹嘛 我只是在寫你 我在寫你 我在模仿 比如說今天 今天可能有一句話 可能講的 比如說我現在講一句話 哇 這個 這叫什麼 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太簡單了 這東西太簡單了 連女人都懂這種東西 是不是 我有性別歧視在裡面 對不對 現在我如果在 像川普講很多性別歧視 或是我們的一些 聽到很多種族歧視的 原住民歧視的 各式各樣的歧視 歧視就在我們的語言中 連女人都懂 或是三包 有沒有 或是 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語言上面的歧視 那我想當然一個東西 光是你用的詞 就帶有很多的歧視 那我的做法 並不是要把這麼歧視的 智障的東西寫出來 不是 我的目的就是我在模仿它 我在告訴大家說 這東西 我把這個言語的歧視 更加歧視 放大 放大那個歧視 我要我的讀者去看 你這麼理所當然的使用這個語言 你難道不知道這東西很歧視 就是他者嗎 我光聽都受不了了 然後你還一直講 就是這種事 這麼充滿歧視的 充滿不友善含義的語言 不友善的文法 澄添在我們的媒體上 澄添在我們的政客嘴中 澄添在我們的里長 澄添在我們的學校老師裡面 口中一直生產出來 這些語言 大家好像沒有警覺到 而我光聽就覺得 非常的坐立難安 我日常都聽到很多歧視的語言 而我受不了 我怎麼辦 我要去跟他說 你這樣不對 你這樣歧視 沒有用啊 你去跟一個歧視別人講說 你在歧視別人 你這樣不對 他哪會理你 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乾脆把那個歧視放大 放大那個歧視 放大到荒謬的地步 我在提醒我的讀者說 請不要陷入這種歧視 它是一種歧視 它是你身為人類在歧視別的物種 它是你身為 不管是神學立場還是非神學立場 它是你身為害人立場 還是原住民立場 它是你某種立場之下 對別種東西的歧視啊 我很 我很焦慮耶 我一聽到這種 有人一講這種話 我就覺得 很 很 很作義 很安睡 我把它放大 我把它誇視 並不是我在耍智障 我的做法是這樣 那希望這樣可以 有一些回答 好 那我們 時間 就在這裡結束 然後如果 那個 你還可以再留一下想 那如果大家 私底下有問題 你可以直接去包圍它 沒關係 去跟它 談一下